还没有服役解放军的新战舰就挨了一次炸 但是这样的实验还要多做 大家好我是施涛 最近呢由人民海军官方账号发布了一部纪录片 叫做点燃制胜那道光啊 这道宣传片里面呢 出现了一个非常罕见的镜头 就是呢一艘还没有刷号的这个052D型 最新型的这个导弹驱逐舰啊 经过了一个海域 但是突然发生了一次巨大的爆炸 那么052D呢是承受住了这一次爆炸的巨大的冲击 那么熟悉这个镜头的观众一下就会联想起来 这不就是海军这些军舰服役前要进行的爆炸冲击试验吗 没错 那么这呢正是我们的人民海军第一次公开报道的 我们的新锐的主力战舰在服役前进行的爆炸冲击测试的镜头 那么根据这个画面来推算啊 这一次爆炸使用的爆炸物当量恐怕在500公斤左右这个量级 那么爆炸的距离呢显然是少于100米的啊 那么这样其实模拟的是呢 在作战的环境下啊 在这个军舰附近发生这种包括了水雷 以及呢重型的导弹攻击等等呢 对军舰整个全系统的这么一个影响 大家注意啊 这个全系统可不只是我们说舰体的结构以及这个动力系统啊 在这个实验过程中我们能看到这个米波预警雷达 它也是在转动的啊 甚至有可能啊 咱们这个相控阵雷达也会选择开启一面情测试啊 也就是说这样的测试呢 实际上是对全舰所有系统进行的测试 那么这样的测试实际上呢 是非常危险的 但是又非常必要的 危险性啊 自然不用多说啊 这种冲击呢 会对军舰上包括了这个阀门啊 管道啊 这一些啊 机械元件 以及呢精密的电子元器件啊 产生巨大的冲击 那么这些呢 都会让军舰遭受到考验 但必要性呢 就自然不用说了 在作战行动中 我们的军舰不可避免的会遭到啊 攻击 甚至是包括啊 美军经常常用的这种 所谓的2000磅重型航弹的这种攻击 那么这些航弹如果落在军舰附近 造成了这种爆炸呢 如果这样的爆炸造成了军舰相关系统的失灵啊 造成瘫痪啊 那么实际上呢 这个攻击的目的实际上也就达到了 因此呢 在和平时期 我们进行军舰的整全舰的抗冲击实验 和抗爆炸冲击实验 本身就是我们在备战过程中 找出我们相应装备薄弱环节的非常重要的一环 那么相信这样的实验啊 不止我们现在的这个052D 我们的主力驱逐舰要做 后面包括我们的055大型导弹驱逐舰 包括我们的两栖攻击舰 甚至包括我们的航空舰都会要做 那么这呢 也是我们在这个海军呢 不断发展的前进道路上 瞄准了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啊 美国他的成功经验 进行的相关的准备 那么像在这样的一个爆炸环境中 如果出现了军舰的相关故障呢 其实是非常好的事情 这里面呢 既能够让我们在相关的设计过程中 明白在哪些薄弱环节需要加固 又能够呢相应的演练啊 损害管制 也就是损管这个过程 那么对其进行一定的这个提前的准备 那么这些经验 这些教训呢 都会贯彻到未来我们整个军舰啊 我们整个海军的备战训练的过程中 那么像这样的一种演练呢 其实之前的解放军团呢 确实是舍不得坐啊 每一艘军舰呢 都是我们的宝贝啊 最关键的是呢 很多军舰的设计呢 来源它并不是我们自己 从底层从零开始研发出来的 因此在很多环节上 我们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就比如说我们之前的051导弹驱逐舰啊 051这个舰体 本身就来源于前苏联的相关的设计 那么在对这样的一个舰体的相关的这些啊 我们说命门或者说薄弱环节的研究呢 我们是相当缺乏的 另外就是呢 当年每一艘驱逐舰都是我们的宝贝 真是舍不得啊 舍不得这么用 那么现在我们之所以有这样的能力 来进行这样的测试 一方面是我们的军舰数量庞大啊 我们测得起 二方面呢 也是我们自己有信心啊 对我们的设计进行再次的检验 总体来说呢 这样的训练虽然罕见 但是对于解放军的这些新锐战舰来说 是不得不走 或者说是必须要走的关键的一步 那么走好这一步啊 未来对于作战中啊 解放军整个军舰 整个舰队的整个生存水平 将会有极大提高 大家对这期话题有什么看法 欢迎在屏幕交流 感谢你的关注点赞 发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